空气中含有水蒸汽 铁制品如果长期暴露在空气中就容易生瘦 所以只要避免铁制品接触水和空气 就能防止它生瘦 防瘦的方法包括 A.用塑料包裹铁制品 例如衣架、回形针等 B.在铁制品的表面油漆 例如铁桥、铁门、铲子、打孔器等 C.在铁制品的表面涂上润滑油 例如门的荷叶、自行车的链条等 D.在铁制品的表面镀上不锈金属 例如铅和锡 罐头食品的铁罐、水龙头、锁头等多数 都是以镀上不锈金属来防锈的 日常生活中 有许许多多的物品是由铁制成的 如果没有做好防锈的工作 就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 甚至还会威胁到我们的健康 例如生锈的铁翼花架 失去光泽变得不美观 生锈的刀具、刀刃会变盾 铁门生锈后影响美观 也容易坍塌 生锈的铁翼花架 失去光泽变得不美观 生锈的刀具、刀刃会变盾 铁门生锈后影响美观 也容易坍塌 防锈的重要性 保持物品的美观 延迟物品的使用期 确保安全 避免危害健康 节省维修费和时间 举出两种防锈的方法 涂润滑油 包裹塑料 用糖瓷覆盖表面等 举出三种防锈的重要性 保持物品美观 延长物品的使用期 确保安全 为什么铁制品在月球上 不会生锈 这是因为月球上的空气稀薄 而且没有水 在月球上 会变成了一种防锈的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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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